嗨,我是阿月,今天这期影片要来跟大家介绍远距武器的配装与打法 目前,你现在所看到的是被连弩玩坏的刘备,等等阿月也会展示肤浅赵云与曹操的过程 只要跟着我这样配装配点,你也能成为卑鄙外乡人之单挑王者 而且这套狙击流平常用来跑图也非常的轻松惬意 推荐大家也来玩玩看,相信一定会带给你欢乐的体验 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留言处互相交流自己的玩法哦 若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不错是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攻略,好的本片开始咯 首先先来讲配点的部分,木火土金水依序为20,8,15,1,99 我们尽量把水得点满,因为水得越高,远距武器的伤害就会越高 技能方面,我们要出火炼七伤术,强击法阵,明爪阵 最后一个技能可因你的习惯放,水闪身术或阵闪咒均可 配装方面有分为高标与低标的配法 先说低标的配法,除了我们要取得一把好用的连弩 我们必须要准备下侯渊套装 这套装备可以说是玩远距武器最好的装备了 每一项套装效果都非常的好 尤其远距离攻击命中时,可以对敌人产生移动减速 让敌人难以快速接近我们,非常的实用 取得的方法是,与他的琴一直打时就能取得 每个人平均五个酒杯,就能升满琴一直 阿悦之前,有做过刷酒杯 最快每回合29秒,就可以取得两个酒杯 欢迎点选右上方影片连结参考哦 装备词条,右纤维射击武器伤害 远程武器命中时回收箭矢 弓箭弹要持有上限,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在上衣跟下裤,镶嵌,原称武器命中时回收箭矢 弓箭弹要持有上限,这两个重要词条 因此,我们可放延长敌人不利效果 打倒敌人获得的士气点数,以及有力效果持续 武器改为造成伤害,以及延长敌人不利效果 视频也是优先挑,以弓箭弹要持有上限为主 神兽装备玄武,当你装备好后,可到我们的状态栏做确认 此配装,最重要的数值就是,射击武器伤害至少达到30%以上的标准 回收箭矢,达26.2%代表每射四支箭 就有一支有几率回收 绝脉成功时,可以补充三支箭矢 以及弓箭弹要持有上限,增加为加6 就算是达到基本标准了 高标的配装,则是我们混搭另一套孙权装备 在此,我们需要二周目才能达到的装备词条为 套装效果,所需装备数减1 在这个范例中,我有此词条的装备是裤子 换上去后,夏侯元的套装效果不会因此减少 我们将另一个手持武器,放上孙权的白红 就可以取得两件装备的效果 就能额外再得到弓箭弹要持有上限加2 让我们的总共弹要持有上限增加为加8 若你很幸运的,有两件 套装效果所需装备数减1的装备 在目前这个版本下,这个效果是可以累积 就可以继续叠加,让孙权的套装效果 提升获得远程攻击命中时回收箭矢 另外,我看过最顶级的配法 是需要靠大量刷装才能取得 那就是刷到白马蚁从上衣或是下裤 以词条上自带有远程攻击命中时回收箭矢 而且最后词条为套装效果所需装备数减1 就是这套流派的顶标装备了 据说可以把回收箭矢撑到40G以上 回收箭矢的效率大大的提升 几乎可以把连弩当作无限机关枪来玩 非常OP 讲完了配装配点 那就谈实战的部分 我用来实测打二周目的赵云 刘备、曹操 开局就先给自己放 火炼七伤术 强击法阵 然后开始对着他们猛射 当他们弃绝时 我们就冲上前 绝脉可以补三支箭 若被他们靠近 记得可以放明爪阵 搭配水闪伸术或震山咒 跟他们玩起放风筝的游戏 拿来打一周目的章聊 那更是把他当孙子打 这套流派在一般关卡 也可以玩得很轻松 建议援军就找孙权 与夏侯元 可以提升援具武器的效果 通常一般杂鱼两三箭就倒了 而且我们的水得很高 隐蔽性很高 敌人很难察觉我们 我们也很容易刺杀 且刺杀的伤害也提高很多 同时还能补三支箭 我实测下来 箭矢绝对够我们从一个牙齐 打到另一个牙齐 游玩体验跟过去截然不同 非常的有趣 推荐各位朋友也来试试看 这个新玩法哦 我实际上是一种 啊 不准备了 我们还有创力 我龙专属LINE社群 以及DC专属交流区 欢迎加入我们 一起框汉市吧 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还会持续的分享 更多的游戏攻略与技巧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不错诗 第一时间收看影片 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支持我并领取各项优惠 还能加入VIP群组 认识更多朋友一起玩游戏 我是阿月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